男同妈妈和班导师紧紧抱在一起相拥痛哭 一个失去宝贝儿子 一个失去乖巧的学生 悲痛不舍可想而知 妈妈哭到快要贪软 还得丈夫搀扶 看到儿子的遗体 想坚强也坚强不了 妈妈的一字一句让人听了鼻酸 夫妻俩是国中国小老师 三个孩子很乖也很懂事 过世的11岁长子 功课好在校担任考核员 虽然个性内向 但校内活动都能看得到她的身影 小小助选员戴着黑色口罩的就是她 画画天分更为颁上真光 作品常被选中贴上公布栏表扬 这一副新冠肺炎 她很有创意 还帮地球戴上口罩 读报重点也能看到她工整的字迹 突然的噩耗老师不舍 这家人三代七口同堂 阿公是休马达的老师傅 阿嬷当领长热心公益 一家人对人客气 邻里间颇受好评 谁都没想到一场恶火 会让幸福的一家七口伤亡 11岁的长孙还来不及长大 就和爱她的家人从此永别 记者综合报导